很多客戶投資時,他們都會用一個港圖給師傅請教一下 這個單位是否適合他呢 我們今天都想邀請你來講一點 香港投資時,都會很關心 那個單位是否適合我呢 買了有沒有對我有些好處呢 我們分享給我們聽,其實買外外物業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選擇,又可以沒有自己呢 我們風水上來講,首先來講,積積一定要漂亮 何為漂亮呢,我們要聽房的比例要合理 聽我們一定要帶個房間 聽一定要帶個房間,但我們譬如說 很多時候投資者,現在很多海外的單位都是投資用的 可能日本、泰國都是30平安米的 那些是怎樣向北好的文字,或者有什麼叫門呢 如果是投資不是自主的話,就無所謂的 我們因應本身的生肖,某些生肖的人適合可外投資 或者是可外投資 例如屬什麼呢,我看我自己中不中 起碼來講,我們有所謂的 有一些生肖是天生帶著型馬星的 我們稱為人生前四型馬 首先來講,老虎、猴子、蛇和豬 這四個生肖是天生帶著型馬的 適合可外投資 另外可以加上兩個生肖 一個是屬馬的,馬本身也是葉馬 另外就是老虎 因為紫五蔥的文字,所以都是地域之蔥 那就是一般的 一般生肖 一般生肖